氧气是氧元素最常见的单质形态 标准状况下是气体 不易容于水 不可燃 助燃 犀牛 一种热带动物 世界上的犀牛有五种 黑犀牛 白犀牛 苏曼达拉西 印度西和卓华西已经基本灭绝 大中 仅仅秒针就一百公斤的世纪大中 一百位本世纪出生 本世纪死去的杰出诗人的诗句 被刻上表盘 象征人类文明的结晶 爱情 爱情是什么 在1999年 爱情是世界交替时 人们内心笃信却难以启齿的名词 在2021年 爱情是赛博时代里 最普遍的刺激 和最晦涩的噪音 够了吗 还不够 所以爱情还是什么 是盲目 是疯狂 是现身 是盲目疯狂现身之后 一切与众不同 够了吗 还不够 因为爱情没有最好的答案 但有一个足够好的 叫做恋爱的犀牛 上演22年来 曾推出九个版本 足迹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 官方演出2500多张 恋爱的犀牛 看称中国话剧的奇迹 是无数文青入坑话剧的公共奇门 同时 这一出话剧 也是无数实力演员的摇篮 郭涛 吴月 端玉红 郝磊 琪琪 甚至包括柏林影帝廖凡 当时他只是配角 最初 这部话剧 打破了剧院门口罗绝的惨状 最近03年的正版登陆B站 依旧弹幕蜂拥 从一场先锋实验 到一部时代经典 这只犀牛奔跑了22年 而奇迹的开头 发生在1999年6月的一天 披静的北兵马斯胡同里 一个叫轻易的小剧场 不声不响地 刷出了一张粗糙的细胞 好奇的路人经过 看着细胞 想不明白 恋爱的犀牛 犀牛也会恋爱吗 而当观众走进剧场后 更加困惑 男主角登场 他自顾自地开始朗读日记 前一句 他还是一名动物饲养员 记录对象是一头犀牛 后一句 他变成了一名偷窥者 记录对象是一个女人 5月16日 除拉 草料两吨 8点钟出门上班 穿淡紫色套装 6点钟回家买了许多食品 很高兴的样子 7点钟依男人来访 一夜未离开 台词晦色 舞台设计也耐人寻味 一台复印机就代表了办公室 几个把手就代表了公交车 马放几个暖气管就说是动物园 而最令人困惑 也最令人沉静的 是演员毫不克制的投入 时而行而诡异 时而歇斯底里 痛苦自虐沉静身影 甚至裸身挟齿 一切极尽疯狂 最简单的舞台 最简单的道具 以及最疯狂的人 犀牛以粗糙直白的张力 告诉了中国观众 什么叫做先锋戏剧 而犀牛的核心 简单且直白 爱情 甚至在海报上 他也敢直白的写着 永远的爱情圣经 的确他说爱情 但他始于爱情 相信爱情 而最终超越了爱情 第一个关键词 盲目 那是爱情的开始 序幕 主角登场 第一句话是 黄昏是我一天中 势力最差的时候 势力 犀牛里多次强调势力 马路因为近视 没能考上飞行员 马路养的犀牛天生弱势 再比如 男女主多次选择 用白手券 将自己的眼睛蒙住 最明显不过的比喻是 势力不好的犀牛 就是马路 当马路说自己写给 明明的诗 只配刻在犀牛皮上时 是我写的 可能只适合刻在犀牛皮上 明明解开了他的依扣 把这首诗 写在了马路的皮肤上 而势力这一命题的核心 在于 眼见为实的视觉 象征着理性 而爱情截然相反 他感性 感性到甚至盲目 主人公马路 天生势力缺陷 像犀牛一样 更相信嗅觉 我能从一个人 散发的气味 判断出他的身份 职业和刚刚干的事 嗅觉 比视觉更像 《爱情盲区》里的直觉 当明明身上的柠檬味 比他本人 更先抵达了马路的大脑 爱情开始蠢蠢欲动 当明明决定 离开马路时 他发觉自己的鼻子失灵了 爱情消失了 而在盲目之后 第二个关键词 疯狂 是丢失理性之后的折磨 与自我折磨 马路深陷明明的味道后 爱而不得 于是想尽一切方法接近 跟踪 头柜 观察 疯到去参加 不靠谱的恋爱培训班 疯到去跟踪他到办公室 试图把他扛走 甚至逼迫自己 出人头地 他还写诗 他还弹琴 脚口香糖 柠檬味的 唱小夜曲 老幻吧 不吃大蒜 天天洗澡 完全疯了 而把马路玩弄于鼓掌间的明明 也是一个疯子 不满 暴躁 抑郁 神经质 为了他爱而不得的人 他甚至迷信巫术 病态并不压于马路 提到男友陈飞 明明会突然晕倒 这将爱情 比喻成了一场重疾的 临床反应 为了心之所爱 他们可以随时等待着被抽干 被榨取 随时准备着 面对绝望与重燃希望 所谓疯狂 即使痛苦 却又享受般的沉浸其中 这样的疯狂 无视任何的得失计算 他们不止心甘情愿的卑微如蝼蚁 更是带着殉道者般的幸福与尊严 你可以欺骗我 侮辱我 贬低我 你可以把我吊在空中 你可以让我扶手劲 让我四肢着底 只要你有本事让我爱你 马路爱明明 明明爱陈飞 而故事偏偏用一场意外 松动了这条不可破的事物连 在这个从未出现的陈飞 又一次辜负了明明之后 明明转身 投向了马路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 限制镜头的情欲戏 欲望之下 两个疯子之间的较量 是一场名分的较量 明明逐渐靠近马路 注视着他 挑逗着他 但迟迟不落下吻来 马路也明知此刻是假的 甚至逼迫自己冷静 但他依旧熟冷 浑身湿透的他 狠狠搂住明明 双眼呆滞 饥渴 而怀里的明明 不抗拒 不挣扎 用头轻轻地摩擦着马路的脆弱 与神情 呼吸急促 眼神游离 吸汗在额头处渗出来 腹肌收缩 连肋骨都隐约可见 畏惧 忐忑 却又难抵兴奋 恐惧着 也渴望着 一次高潮的到来 这首豪雷演唱的歌 后来改名氧气 原名简单直接 叫做 2006年 楼叶再次为豪雷用了一次 送给了奋不顾身的余虹 而他2003年的第一次出现 是身穿红裙的豪雷 在台上爷厌 颓丧 欲生欲死 然而此时 最奋不顾身的人 是马路 第三个关键词 现身 一夜激情之后 马路得到了注定的结果 明明对马路说 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于是他 在自己的谎言里挣扎 所以现身是伟大的吗 太多恋爱中的现身 是自我感动的骚扰 太多的一往情深 本就是笑话 为了完成心中的仪式 马路绑架了明明 接着 本体马路 牵手杀死了自己的玉体 他心爱的犀牛图拉 把图拉的心 连同自己的 献给明明 这样的行为可笑 自私 甚至粗暴 既不利人也不利己 但犀牛却急于此刻 无限的肃穆与庄严 摒弃得失 摒弃厉害 甚至摒弃道德 只为证明 爱需要纯粹 为什么犀牛会矫枉过正般的 歌颂这样的爱情 而当你提问 究竟是怎样的身情 值得如此庄严时 犀牛的答案 也恰恰是问题本身 他说每一份身情 都应当如此庄严 故事里 除了犀牛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 世纪大中 为了迎接新世纪到来 人类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钟点 仅仅秒针就一百公斤 他微然毅力 坚不可摧 体现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这个荒唐的象征并不具体 但又仿佛讽刺着一切 比如荣誉 67岁的老诗人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入选 刚刚自杀 比如财富 那中发行的彩票 奖金已经累积到五百万元 还在继续上升 比如成功 听说表盘上的数字是镀金的 就像这个世纪的人爱说的 时间就是金钱 甚至他似乎讽刺着 人类的共同骄傲 文明 如果我把他的字母缩写 藏在表真后面 你敢 你是在破坏两百年后的文物 从1999年的汽车 英语 电脑 到2021年的资本 流量 人工智能 这些是文明永恒追求的 效益 效益 以及效益 利益永远通货膨胀 文明车轮涌动 当你我 当所有人都被所有人驱使着向前 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征服 脑门上却写着奴隶的印记 直到有一些笨蛋 提起了爱情 爱 爱情之所以珍贵的残酷 真相实 每一个时代的人 都不愿 不敢 相信爱情 这个时代的人们说 先开口的人就输了 上个时代的人们说 如果你爱一个人 却只能表达出一分 还不如你爱一个人一分 而表达出 十分 在犀牛里 有一个荒谬的恋爱培训班 有目的 有手段 教技巧 严格杜绝情感的滥用 带来的种种弊端 和无用的浪费 只要觉得追不到了 不喜欢了 一定要有步骤的果断撤离 本堂课的升级内容 抛弃一个爱人的方法 为达目的 可以相互清算 可以反目成仇 因为为了爱而痛苦 是最没效益的成本 但爱是可以计算的吗 还是那个问题 爱是什么 明明说 爱是自然 是每个人最本能的实意 不要金钱 不要利益 只要爱 哪怕毫无回报 哪怕痛苦万分 就像马路说的 这是一个试图为本能保持尊严的年轻人 对物质世界 骄傲而任性的呐喊 这无关高尚 正义 善良 永恒 它甚至超越爱情本身 它想守护的是那些被世界否定的无用之用 是你不顾世俗的眼光 不顾得失与胜负 是你仍有勇气 为你所想坚持的东西坚持 这无关胜负 仅仅坚持本身 就是坚持你与世界 与众不同 现在03版恋爱的犀牛 已经上架B站 推荐给你 最后再分享给你一个小小的彩蛋 在每场犀牛结束后 马路都会对台下的观众说一句 让我们把美好的东西坚持到底 希望你也能收获 这份以世界为敌的勇气 这里是读社编辑部 我们下期再见